杭州渔航的罗先生是网络游戏的老玩家 他反映自己的游戏账号价值九万八 但一号交易的时候少输入了一个零 罗先生在游戏里面的角色叫冰镇小龙虾 那个玩木块汽油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了 然后的话因为资金紧张 想把175的一个号卖掉 大概反正成本应该也在七八万左右 就是业余的时间用时间慢慢的升级 然后的话花钱买装备提升自己 你自己花了多少钱 花了三四万 四月一号罗先生在网易梦幻藏宝格平台上交易 打算出手 九万八 罗先生说游戏账号的市场价值九万八千元 是他十年来的心血 我自己有个团队的 然后我这个账号就是少零九千八倍秒了之后 我团队的人也很差异 我就不说账号和账号里面的那个装备和宝宝吧 我就光光说里面带的那个天使猪猪和鲨鱼 就已经超过了一万的价值 这个号呢是175的新页值嘛 五百多亿 什么都不算也应该在三万块钱左右了 12段的那个130的愤怒腰带嘛 这个价值市场价也在七千块钱左右 你放特技的时候有这个腰带的话 可以很轻松的就放出来了 就说不会说存在那个愤怒不够的这个情况 罗先生越想越懊恼 发现交易值输入错误之后 他已第一时间联系上网易梦幻藏宝格平台 平台暂时帮他冻结了游戏账号和交易 罗先生表示他愿意倒贴9800元给买家 收回账号 记者把情况反馈给了网易游戏公关部门 对方表示会马上核实情况 腰帮保护经验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